床垫应该多久换一次 最近英国床垫制造商建议 6到8年就要换新的 因为8年下来 床上会掉下5公斤的皮屑 形成了像细菌 黴菌等等 那么轻则会过敏 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肺炎 一年四季 每天都要用的床垫要多久换一次 英国床垫专家建议 要根据使用情形机磨损状态 每6至8年就应该换掉旧床垫 因为老旧床垫可能藏有以下物质 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一 细菌 研究显示 老旧床垫是细菌温床 曾发现过葡萄球菌 乳酸杆菌和大肠杆菌 这些细菌可能导致皮肤感染 胃部不适 关节问题 甚至造成肺炎 另外也可能导致泌尿道 眼睛感染 二 体液 报道指出 床上沾满汗字 口水 皮肤油垢等液体 这些体液伸进床单 床垫可能导致皮肤红肿 疼痛 起水泡 甚至造成眼睛疼痛 三 霉菌包子 老旧床垫也容易滋生霉菌包子 对短期长期健康构成危害 尤其如果房间较为潮湿 或为适当通风 暴露在霉菌下的初期症状 包括鼻色 打喷嚏 以及眼睛或皮肤发红发痒 四 沉满 专家表示 陈年床垫纤维中也可能发现沉满 加重患者湿疹 气喘等问题 事实上 你的床垫越老旧 积累的沉满就越多 因此 如果要身体不容易受到细菌感染 床垫一定要定期换新 中天中望准理报道